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台湾这几年来 新住民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国内啊目前有超过百万名的外籍配偶 移工还有一些短期中期来台 来就学生造的一些学生们 那新住民也是台湾的第四大族群了 在这些新住民朋友当中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外籍配偶占了非常多数 新住民姐妹们呢远渡重洋 嫁到台湾来 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文化或者是语言不同等等 很容易因为沟通不良 造成一些生活适应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的主题就要来针对新住民朋友 他们来到台湾 在生活适应上有哪一些相关的问题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新住民朋友来做心情分享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 我们来欢迎来自印尼的新住民姐妹 钟丽丽 欢迎丽丽 大家好 我是丽丽 你好 好丽丽其实呢 也是来自于印尼的华侨 我还蛮好奇的 为什么会说你是印尼的华侨 不是印尼的新住民呢 因为我是在印尼出生嘛 我爸妈的祖先是从中国的广东过去印尼 然后等于说他们就是先从广东移民过去印尼住 然后你又从印尼过来台湾 印尼出生 然后再过来台湾 是 没错 所以这还蛮曲折的 等于说你们家都有到各个国家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 是的 那就是爸妈就是广东人嘛 那他们到了印尼之后也是在那边落地生根成家立业 然后才学印尼文吗 确实我爸妈是本印尼人出生 因为我阿公就是从广东 广东来 然后就爸妈生下我的时候 就是我也是在印尼出生 是这样 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在印尼长大 在印尼长大 没错 然后长大了就来到台湾 是的 所以在印尼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接触了非常多语言 你看爸妈是会讲广东话 对 对 广东话 爸爸会讲广东话 妈妈也是会讲 妈妈会讲别的国家语言的话 但是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言 会不会是可能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在用的语言吧 有可能 有可能 然后你看又在印尼生活 所以当然印尼文很好啊 非常好 印尼语很好 然后又在一些机缘之下来到台湾 那我们就想跟莉莉聊一聊啊 当初是在什么样的原因之下来到台湾 你大概是几岁的时候过来的 我想起来的话 就是大概二十出头来到台湾吧 因为以前我爸 我爸妈很常来台湾 然后他说台湾的国家非常的好 很多华人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语言可以通 然后他说你出去走看看 台湾很好 他这样跟我说 所以就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也还蛮常来到台湾 可能是旅游或者是工作来台湾 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 过来台湾逛一逛 然后就是看亲戚 看女儿 因为我姐姐也是嫁到台湾来 对 没错 所以丽丽方便请教有几个兄弟姐妹吗 我兄弟姐妹很多 是是是 我兄弟姐妹八个左右 是 然后因为姐姐也有过来 姐姐有过来 对 就是等于说有家人先来到台湾 可能是透过旅游的关系 然后认识了台湾 回去有跟你介绍 对 没错 让你对台湾很向往 然后就过来了 也是因为嫁过来台湾吗 是 没错 然后就嫁过来台湾了 在这边也是成家立业啦 对啊 你看二十几岁到现在 大概是几年的时间了 几年的时间 这样会问到年龄对不对 对 好像两千出头左右吧 因为太久了 两千年啦 对不对 那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那个数字不要太深入的去探讨啦 反正就是来到台湾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其实丽丽中文讲得很好耶 因为我问什么 你大概都听得懂 对不对 了解了 对 因为我在印尼那边也是客家人 然后我会讲客家语 然后就是很多语言 我在那边我都会讲 要不要算一下 你大概会哪一些语言 你看爸爸妈妈讲的广东话会讲 然后中文也会讲 印尼话一定很好 印尼话 然后那边本土的语言 我会三四种左右 你是说印尼当地的方言吗 对 没错 包括刚刚我们讲这个客家话 对对对 因为我家里每天都家里讲客语 所以很多人会好奇 你来到台湾为什么听得懂客语 我说我是本来就是客家人 对 没错 因为广东有时候也会讲一些客家话嘛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在多重语言熏陶之下 耳濡目染之下 其实莉莉听得懂很多语言哦 对没错 那其实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生活啊 语言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很重要啊 然后你看你又听得懂这么多 所以其实当初来到台湾 语言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不对 还是有问题 比如说一些可能习惯用语吗 在台湾的话就是很多人就在讲国语嘛 国语有的国语太深我听不懂 可能是一些比较成语 简单的 那种成语四个字的那种成语 那就听不懂了 对对对 可是一般简单的对话 生活上的对话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的 对 没错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常会跟人家对话的 可能是在购物的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 一些简单的生活的 对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是莉莉比其他的新住民姐妹 站在这个来到台湾这个起跑田 比别人更多一步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在语言方面 其实你一开始就听得懂一些初阶的啦 基础的 对不对 是 所以在沟通方面是 还算可以 没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障碍的 对对对 那其实很多新住民姐妹 她们并不是说像莉莉你这么厉害啊 一开始 很多语言 谢谢正妹 对对 很多语言都懂 那其实她们来到台湾 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会碰到的就是沟通 对不对 沟通非常的困难 对 太多姐妹也是会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去学啦 好 那我们这一段呢 就先跟莉莉聊到这边 我们待会来跟她聊聊 就是来到台湾 会碰到 当时碰到的一些难题 休息一下 再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找谁 继续 相对 好 感谢 来